所以这个以下是完全没有血流的 七十二岁的张奶奶 日前急性下肢动脉阻塞 是俗称的脚中风 就是痛得受不了就跑到急诊来 他检查出来是血伤 八十岁的郭伯伯同样脚中风 一开始他以为是皮肤骨骼的问题 脚盘有肿胀 问题就是肿的差不多有两三公分 医师说急性脚中风 一年四季都会发生 延迟就医可能导致败血症 休克死亡 血管没有通 脚组织就会慢慢坏死 但是它过程不会很快 所以就是越来越黑 或者是有开始感染 或开始会有一点发臭的情形 那些脚坏死的毒素 就会慢慢慢慢地扩散到全身 进击导管溶酸手术 面除截肢命运 急性脚中风 六到八小时是黄金抢救期 症状的话基本上脚会变得非常的凉 凉 痛 大痛 麻 下肢变得比较白的时候 就要赶快送医救治 脚中风接近九成 是心房战动患者 医师提醒 别轻忽身体发出的警讯 有征兆 赶紧就医治疗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航突若